有不少台灣的新住民都會創業賣自己故宮五特色的事物 親像北港町就一間外南宵舊 就是來自外南的中金利社區的店 因為他只希望可以和外南的東京來接到最故宮的外面住民 在在中金利的店內還有賣台灣的宵舊 讓來用村的台灣人買賣給一項三點 有著吃了麻麻的村庚這就是屬於外南的地式料理 新住民宵金利開這間店已經有八個月的時間 因為十幾年前街來台灣都吃不到花燃的料理 才特別開這間店不但自己有湯吃 也讓港鄉寺妹可以吃到到鄉美 之前我來十幾年二十年前來一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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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裡賣 然後有一個朋友叫我出來公家卡越南店 然後後來他不做我就直接來做 所以通常他們要吃東西要買東西比較方便 因為開了這間店 讓來自外南的新住民可以吃到花燃的好住民 有這麼多客人常常來高官 不但生意越來越好 也實際上跟家庭的好朋友 我感覺是很好吃 喜歡來這邊吃這樣 所以你是來吃麵醉的朋友嗎 是 他的口感很好吃 很像我們家鄉的 然後來這邊吃酒了 跟老闆娘就變朋友的 這間外南宋家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菜單店還有台式料理 讓人一把也有個人中選擇 其實這是老闆娘 用心和溫暖的地方 因為我想說 越南人嘛 他們老家來這邊是有老公台灣人 然後他們兩個來這邊 有時候我們煮越南的 他們是不喜歡啊 我就想我煮一些台灣的東西 給他們兩個夫妻就可以吃 老闆娘用了不但新鮮 並且不是一種愛好家鄉 尊重他鄉的心情去煮吃 後來這裡的人客是越吃越歡喜 也越吃越認真味 記者鄭怡婷 蔡宏報道 記者鄭怡婷 蔡宏報道 我也要先看 按 按 按